近日 新疆军区某合成团组织部队 远程机动至大漠戈壁的陌生地域 展开多火器实弹射击演练 全面检验武器装备火力协同 精准点穴作战能力 收到作战命令后 炮兵分队快速机动至预定地域 开设阵地搭建通信网络 根据侦察分队承回的数据信息 做好射击准备 戈壁滩上光线折射 大风 沙尘等都会影响射击精度 炮兵班组仔细检查每个环节 对B区三号目标实施火力随为 预备 放 炸点信息通过指挥信息系统 传输至火力中断后 炮兵班就能依托车载指挥系统 反馈数据进行修正 实现对目标的坚确打击 与此同时 高炮分队克服大风沙尘天气 不利影响 采取拉大间距 提高速度的方式 快速抵达预定阵地 对地面目标实施火力覆盖 炸点事 放 已经检验了多型火炬的实战性能 也检验了不同班主官兵 在复杂多边的气候条件下 完成激火退回 精确打击任务的协同能力 对地面目标准备 对地面目标准备 好吗